湖南饭店大厨,偷偷告诉你的 八道,香菜做法,学会了给家人露一手 第一道,香菜炒牛肉 湖南的经典名菜,香菜炒牛肉 简单好吃又下饭 地里刚摘回来的香菜切断 油热倒入姜蒜,泡椒,小米拉把它炒出香味 牛肉尽量吃薄片一点 加点盐,胡椒粉,酱油,蚝油 一定要开最大火,牛肉炒至煮分熟 倒入香菜,给它翻炒不两三下 美味即成,喜欢吃的你也试试 第二道,农家一碗香 今天做一道湖南经典下饭菜,同家一碗香 油热下鸡蛋,再把蘸黄炒过 煎好后,用锅铲切成小块,捞出备用 硬起锅,放五花肉炒至焦黄 然后放料酒,老抽,豆豉,炒出酱香味 再下大蒜,辣椒,翻炒几下 最后放鸡蛋,盐,生抽,油,酸蛋均匀即可 第三道,辣椒炒肉 饭店的辣椒炒肉为什么那么好吃 原来香菜师傅都是这样做的 做法你一定要看好了 首先把螺丝椒改刀切成块 锅中不放油,倒入辣椒,放一点盐 开小火一边铲一边压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炒至虎皮状 有热再放五花肉,边炒出牛油 放大蒜小米椒和豆豉 一勺料酒,少许老抽 开大火炒出香味 最后放入辣椒,一勺生抽,蚝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香辣下饭,喜欢你也试试吧 第四道,炒猪舌头 以后买回来的猪舌头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又香又辣,非常好吃 处理干净的猪舌头 先切成薄片 水中放姜啤酒 再下猪舌煮到变色 立马盛出备用 油热下大量的姜蒜 小米辣小火爆香 再倒入猪舌 开大火一起翻炒两下 最后放酱油 耗油 生抽盐 胡椒粉 吊酒一起翻炒均匀 最后攒一把大蒜叶 翻炒两下即可 喜欢的朋友 非常值得一次哦 第五道,老长沙口味鸡 分享一道我们 湖南正宗家乡味 老长沙口味鸡 香腊肉味 腊得过瘾 油热多切一点老姜 把它爆香 倒入半只散仰的走地鸡 做小块一点 炒干水分 大概炒五分钟 放上一把小米辣 蒜头 一勺酱油 白色的盐 一起炒出酱香味 再来上半罐啤酒 焖五分钟 焖之入味 大火收汁 来点红线椒 翻炒均匀 炒至断生 最后放辣椒灰 胡椒粉 蒜叶真香 美味极成 这一锅满满的都是家乡的味道 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哦 第六道 干锅肥肠 干锅肥肠 很多人炒出来臭喉哄的 还焦不动 今天教你一个做法 又香又好吃 洗干净的肥肠 切成小块 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焯水一分钟捞出 油热放入泡椒 小米辣 适量剁椒 炒出香味 放入肥肠 加姜蒜片 翻炒五六七八下 调味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大火翻炒均匀 放入蒜苗就可以了 辣辣的 超好吃 第七道 剁椒鱼头 很多人都以为 剁椒鱼头是蒸出来的 那你真的错了 其实不蒸的鱼头更好吃 首先把鱼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这样会更加滤味 剁椒用清水冲洗一下 降低剁椒本身的咸味 放小米辣和葱姜蒜 1000度热油浇上去 可以更好的激发食材的香味 再放鸡精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猫油 搅拌均匀后备用 油热下葱姜蒜爆香 然后放入姑姑和我爱吃的豆腐 摆上被我漆晕的鱼头 我每天都在用新椒做家常菜 麻烦您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在锅边淋入一圈生抽提鲜 倒入小姨子没喝完的半瓶啤酒 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18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剁椒鱼头肉嫩味美 汤汁还可以拌面拌粉 低八道 红烧肉切成棋子一样大小的块 放到盆里 撒入一把盐 倒入清水 这样很容易清洗出杂质和脏东西 平人不说暗话 每天都在用新的教做菜 我只想要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 谢谢 锅勃放油 像五花肉开小火慢慢的炒 把五花肉的油脂炒出来 多余的油脂不要倒掉 下次烧个白菜 炖个萝卜都非常好吃 然后放葱姜 干辣椒八角 桂皮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蠔油 一罐八二年的啤酒 一勺盐 五个冰糖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 转小火炖一个小时 最后一定要用大火收汁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润 短辣入味 再撒入一把葱花 好吃又下饭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